第1171章 三千戒外,王向池正带着两个宝贝徒弟在混沌之地中寻宝 韩飞鱼有些疑惑 师父,你以前也没有过这种体制,怎么突然开始寻起宝来了? 对呀,你现在该做的应该去天商族镇守的第一宗软石戒避避风头 好多师兄弟都晋级到了大圣人之境 而你作为大长老弟子,现在还只是个圣人 这时间长了,师父你怎么出来见人 剑无极在王向池身边碎碎念,王向池撇了撇嘴 都别吵吵,大长老说我近一段时间,气运红浮起天 现在出来寻宝,肯定会有好结果 但你们两个出来沾沾光,还这么不愿意 就在师徒三人说话之时,王向池突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指引 以一种特殊的角度看到了三颗星辰光芒交织 连成的一条光路 王向池一下就振奋起来了,对着两个徒弟说的 走,为师带你们去找好东西 顺着那条光路,师徒三人足足飞了数千万光甲 但那条光路连绵不断,没有尽头 就在王向池想着,要不要回去找师父求些支援的时候 一道庞大的传送阵出现在师徒三人不远处 一艘玄黄至宝级别的光舟出现在他的面前 王向池知道,在这个范围之内,葡萄无所不在 他直接问道 师父专门送过来的 主人没有吩咐,检测到你现在需要这种速度快的作家 多谢了 师徒三人坐上了光舟,按照王向池的指引 向着那条光路的尽头飞去了 光舟一直在混沌之地中,急速行驶了三个月 剑无极看着周边混沌区域 时不时飘过不少的混沌巨兽身影 感觉有些顶不住了 师父,咱们这是往哪里去啊 这都走了三亿光甲了 谁知道,按照我的指引走 我觉得一定有好东西 王向池那种即将要找到巨大宝藏的感觉 越来越清晰 韩飞宇说道 师父,要是你找到的宝藏中 玄黄质宝多的话 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人一件啊 按照他和剑无极的辞职 师祖那边的玄黄质宝 肯定是分不到的 王向池却笑着说道 哼,当然可以 有适合的玄黄质宝 哪怕我不用 也得紧着你们 听到师父的话 韩飞宇有些伤感地拿出了碧玉葫芦 这东西在师徒几人间 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唉,可惜我这碧玉葫芦不争气 演变不出鸿蒙紫气水晶来 要不然 我和无极轮不到 给师父要玄黄质宝的 自从整个隐灵门弟子 进入到圣人时代之后 他隐灵门首富的名号 算得上是名存实王 王向池安慰道 师父跟我说过 你的碧玉葫芦 是一件鸿蒙质宝 你现在肯定没有完全开发出 这碧玉葫芦的威力 慢慢来 等你进去到大圣人 甚至混沌圣人的时候 说不定 就能解开这碧玉葫芦的 所有威能 这时 韩非语猛然发现 碧玉葫芦亮起了微光 一种只能用肉眼 看到的微光 韩非语连忙问道 师父无极 你看这碧玉葫芦有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 还是原来的模样 先无极看了一眼 有些纳闷 而王向池赶着兴趣 是不是在你眼中 产生了变化 对 他在我眼中 散发出一种微光 现在好像比刚才 还要亮那么一点 再等等 我有一种猜测 等我找到那个宝藏之后再说 王向池十分高兴 他不知道 这东西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变化就是好事 师徒三人继续坐着光州航行 慢慢地 韩非语就发现 碧玉葫芦越来越亮 等光州到达王向池所说的光路尽头时 碧玉葫芦已经亮如白昼 甚至让韩非语觉得有些谎言 王向池吩咐道 不到 检测一下 这里有什么异样 借助那条光路 他只看到这边有一座庞大的 由三颗星辰光芒凝聚的大阵 韩非语看着那座大阵眼神眯起来 根据他在宗门中所学的 大阵类别见证方法可以确定 这是一座最典型的 秘境入口封印大阵 又想到了那由微量到现在 仿佛能照耀整个混沌之地的 碧玉葫芦光芒 韩非语心中 生起了一种难以压制的兴奋 观察了一阵 王向池说道 葡萄 破解阵法 此乃混沌大道规则 改变所凝聚的阵法 需要主人亲自出手 知道了 我现在联系师父 王向池点头 最后拿出了宗门特制的通讯法器 没过多长时间 只见一身红袍的四号分身 从传送门中走了出来 也不理会王向池师徒 直接拿着浑圆阵盘 破译起了法阵 这应该是你们师祖的分身 被直接派过来了 一时没有跟随前来 这时 整片混沌区域开始浮现一座又一座庞大又宏伟的混沌大阵 一层又一层套在了原来的阵法上 众多大阵的缓慢运行 让师徒三人清楚地感觉到 这方混沌之地的规则正在发生着改变 师父 我有一种预感 里边肯定有很多好东西 甚至可能会有鸿蒙至宝 剑无极眼神亮晶晶的 只等着这法阵破开之后 发现好东西分赃 王相师嘴角微微翘起来 飞羽的紫玉葫芦 貌似被开发出了新的功能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很有可能是在混沌之地寻宝这方面 他感觉用不了多久 就会回到原本的生活了 师徒三人突然听到一阵齿轮转动的声音 原本坐落在此地的大阵 竟然开始缓慢运行起来 最后仿佛达到一个界限 套在上面的所有破解大阵 化成道道金光 破碎在这混沌之地中 原本的大阵就这么消失了 一道散发着强烈光芒的巨门 出现在三人的面前 葡萄很自觉地把这片地方全部封锁住 防止大门气息泄露出去 好了 先派傀儡进去看看 没问题之后 我们再进去 王相师说着 拿出数价圣人级别傀儡 命令他们进入到大门中 先行探测 一对圣人傀儡和师徒三人共享的视野 进入到大门之中 众人一下就看到了一幅如仙境一般的景象 天空中 一颗不知长多少万丈的鸿蒙紫气水晶 散发着令人舒服的光芒 草地湖泊远处的森林和群山 在大地上勾勒出一副质美的景色 剑无极十番震惊 师父 天空中那颗星辰 是鸿蒙紫气水晶吗 刚才傀儡探测到 那颗鸿蒙紫气水晶星辰上 还有一座宝库 相信里面的东西 比这一颗鸿蒙紫气水晶星辰还要值钱 仙天凌绕 万圆草 远处的湖中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应该跟混沌真理有点关系 还有那一棵大树 那应该是混沌灵根 在其周围稍小的大树 是仙天灵根 王向迟看了看周围 越说越兴奋 不过咱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把意识收回一半 万一到时候出问题 也好应变 王向迟心中充满警惕 看向两人道 这些东西价值太高了 咱们师徒三人不能独享 我想的是 把其中一半分给宗门 咱们师徒独享另外一半 你们感觉如何 师父不说 我们也想提出来 这些东西至少得分一半给宗门 我们没意见 我感觉 以后咱们这种时刻多的是 我们必然要靠着宗门 享受这些东西 既然如此 我就把宗门的专业宋宝队叫回来了 好 师父你赶紧叫 我们还生点事 葡萄 授权共享傀儡事业 派宗门最顶级的搜宝队过来 这里的东西分一半给宗门 收到 授权已经受理 顶级搜宝队傀儡已经聚集 准备传送 做完这一切之后 师父三人感觉很轻松 有了宗门的缩宝队一定会榨干这个秘境中的所有价值 一搜豪华仙舟上 师父三人正喝着小酒 看着仙舟外在秘境中进进出出的大圣人级别神魔傀儡 旁边一道光幕上显示着秘境之内探明的灵宝 最为顶级的玄黄之宝竟然有八戒 一会儿你们挑一挑 把合适的找出来 就在这时 王向迟猛然感觉到大门开始震动 数十道防御性混沌大阵 把三人所在的仙中团团围住了 两道怒吼从大门之中传了出来 一道红光从空间破出涌入到大门之中 没多久 四号分身封印着两只混沌巨兽 从里面走了出来 四号分身抹杀巨兽的冷漠表情 让师徒三人齐齐打了个冷战 师祖已经到达这种境界了 混沌圣人级别的巨兽随手命灭 韩飞鱼有些震惊 自从师祖进击到大圣人之境之后 已经很少看到他出手了 王向迟笑呵呵地说道 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有习惯 万一那天师祖随手镇压一个混沌大圣人强者 还不得把你吓坏 他想到最早以前的那种幼稚想法 不禁感觉有些可笑 天道转世 这能配得上师父的身份吗 就在师徒三人讨论的时候 四号分身的眼中突然多了一抹神采 最后一步踏出来到了仙洲之上 拜见师父 你们这次发现的秘境中好东西不少 竟然还有一件鸿蒙之宝 要不是我来得早 就被那两头巨兽给带跑了 鸿蒙灵顶 可吸收混沌之气 凝聚鸿蒙紫气水晶 每十万年凝聚出一份混沌真理 这只是最初步的功能 至于其他的 需要你们往深处继续探索 多谢师父告知 现在这小鼎中 储存了十八份混沌真理 你们刚好可以用来修炼 好好利用 加上其他资源 你们全部修成混沌圣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了 为时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了 徐凡离开之后 好久三人才回过神来 现无几眼神发光 师兄 我感觉这东西 比那碧玉葫芦要厉害不少 它能凝聚鸿蒙紫气水晶 和混沌真理 那这件鸿蒙之宝 是不是就是属于师父的了 不是属于我 是属于咱们师徒三人的 以后这鸿蒙灵顶 凝聚出来的资源 咱们师徒三人平分 这件鸿蒙之宝师父你收着 整个秘境都是师父发现的 我们能到这便宜 已经很满足了 对呀 师父 你还是用这些资源 多去讨好讨好师母吧 你们这两个臭小子 放心吧 以后师父吃肉 你们吃肉 师父喝汤 你们也喝汤 王向师笑着收起了灵顶 此时大量各种资源 从秘境中被运出来 师徒三人继续喝着小酒 美滋滋地看着运出秘境的资源 王向师好奇地问道 葡萄 有没有探明 这是谁留下来的 第1173章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是原来这方大世界 一位混沌大圣人境的强者 所用的藏宝秘境 这段时间 我一直派傀儡在周边区域寻找 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平白无故被我分走一半资源 你是不是感觉很心疼 不会 按照此处区域的位置推演 只要寻到此处 至少要花费上千万年时间 这其中所耗时间成本 原本要付出一半的资源 那就好 秘境足足清理了三年 才算清理完成 各种质宝灵根神物数不胜数 除了那件混沌质宝之外 最让三人重视的是一颗混沌灵根 学名万道原身 吞噬这东西之后 便可以恢复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重新修炼 一直到混沌圣人境 都是没有瓶颈的 师徒三人看着这近一丈长的万道原身 相互商量一阵之后 韩飞宇和剑无极一致决定 让师傅吞噬 王向迟黑着一张帘 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的资质吗 听说四师叔已经开始准备 晋级大圣人了 五师叔所演化的大道 马上快要得到混沌之地的承认 二师叔最近一直在闭关 想必是也快了 最近和那几个师兄弟聚在一起 我们都不好意思说 师父你最近的情况 好吧 我吞就我吞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嫌偏爱富 王向迟说着 把万道原身收起来 韩飞宇拿出了碧玉葫芦 师父 你可要抓紧成为混沌圣人 到时候在混沌之地寻宝的事情 还得靠你 秘境被搬空了 韩飞宇的碧玉葫芦 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王向迟黑黑说的 行 当我成为混沌圣人后 咱们师父三人 就专门在混沌之地寻宝 与此同时 引铃门中 徐凡看着好兄弟 看到了吧 你嫌弃你儿子在身边盯着你 现在他出去了 找到了一处绝佳的藏宝秘境 除了鸿蒙质宝之外 还有很多好东西 你现在岂不是只能干瞪眼 这不是还算是赚了 要跟在我身边 我只能给他调上来一件鸿蒙质宝 给不给他还不一定 现在多好 除了鸿蒙质宝 还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好东西 这孩子打小就孝顺 得到好东西 一定会孝敬他爹的 王宇伦笑呵呵地说道 最后直接控制通讯法器 给王向迟发了一条消息 臭小子 给我三份混沌真理 再来两件玄黄至宝 剩下看看 还有什么好东西 都给你爹来一份 你爹养活你这么多姨娘 不容易 是时候让你体现出孝心了 正在往回赶路的王向迟 收到了老爹的消息 久久不渝 王向迟吐槽说道 徒儿 你说身边的红颜之急 要是多的话 时间长了 是不是脸都没有了 不知道 剑无极也跟着韩飞宇摇头 这话一听就知道 到底是谁说的 那种神一样的人物 岂是他们能评判的呀 师父他老爹的事迹 在引力门中广为流传 曾经一度引放了宗门弟子 纷纷溯源自己的前世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机缘 有好多单身好几万年的弟子 去找王向迟寻求恋爱心惊 但大多数都是成性而取 败性而归 没办法 人家都是逆推的 这能怎么办 另一边 钓鱼的王宇伦笑骂说道 哎 这臭小子 不回我消息 以前给了那么多东西 都白疼他了 徐凡正想吐槽 仙魂中突然传出了一道危机感 二号出事了 徐凡意识转移到二号分身上 只见大统领拽着二号 正在疯狂地逃窜 身后追了一群混沌圣人级别的巨兽 二兄弟 你一定要挺住 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 很快 徐凡知道了二号分身这段时间的经历 他们经历千辛万苦 离开了两大神魔帝国 又运行了不知多少亿万光脚距离 直到找到了一处 完美地可以建立神魔国地点的地方 然后一直在那里发展了数万年 直到前段时间 一群由一头混沌大神人级别的巨兽 带领的族群 也看中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自此 大统领带着一群神魔的逃亡之路 就这么开始了 由于他们身上 被那头混沌大神人级别巨兽给标记了 无论逃到哪 都会被那群混沌巨兽 有发现 巨凡意识降临 先是观察了一下周围 确定安全之后 就进入到了二号分身的意识世界中 说吧 把我拉过来干啥呀 你虽然规则伤害有点严重 但远远达不到致命吧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陷入到死局 把你召唤过来看看 有没有办法 顺便帮一帮 我这个可怜的大统领老板 公司眼瞅着马上要上市了 结果被手下副总背叛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片蓝海 准备再次创业 没想到又被盯上了 现在被混沌大圣人级别的巨兽给标记 虽能坚持 但长此以往 必将被那些混沌巨兽围杀 我想让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小老板一段时间 要不然 我这么长时间的投资 就白瞎了 哎 创业到底是艰难呀 当初应该多分点本源 让你兼顾一下阵法和战力 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刚好最近显得无聊 帮帮你这可怜的小老板 也没什么问题 行了 看老子怎么带他起飞 虚凡说完 接管了二号分身的身体 瞬间就感觉到一股法则上的侵蚀伤害 自意识入侵先魂而来 我去你大爷的 这家伙不就是使劲瞪了你一眼吗 至于受这么多伤吗 虚凡说着 缓缓睁开了眼 映入眼帘的 就是大统领那张 关切的大脸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张 二兄弟 我们穿越到了另外一伙混沌巨兽的地盘了 那一群追 在了对方的脸上 去众星神魔帝国 那边允许你们的存在 众星神魔帝国 混沌之地中有九大神魔帝国 众星神魔帝国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没有出去 不知道这些消息很正常 那个国主呢 不问世事 整个帝国属于松散状态 你们去那里是最合适的 虚凡说着 投出一套光幕 上面是整个混沌之地的 大概分布地图 这差不多算是穿越整个混沌之地了吧 我们能到那里吗 你先慢慢考虑 我把你们身上的印记给屏蔽一下 虚凡说着 从各大神魔宝库中 开始调取各种资料 开始一个神魔 一个神魔的刻鲁 屏蔽阵法 哎 背靠大树好成凉呀 神魔想要独自在混沌之地发展 至少要有混沌大神人级别以上的实力 书导法阵在大统领身上凝聚 各种法阵慢慢运行 配合着把大统领身上的印记给屏蔽掉了 众星神魔帝国 这是你从哪里得到的信息 以前我是管理后勤的 你们缴获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由我来保管 这些消息呢 是其中一本御书上的 路程也不算太遥远 可以通过混沌中心 外围各大顶尖种族掌握的 第九中转世界为跳板 在混沌之地中划出一道半圆 便可以到众星神魔帝国 唯一的坏处就是 你们这么多年的积累 恐怕要消耗一空了 大统领眼中泛起了自信的光芒 好光无所谓 只要能带的兄弟们 能在混沌之地生存下去就行 身外之物在他眼中 就如过眼云烟一般 只要把兄弟们聚起来 想要什么 自己再去拼嘛 行吧 那就走 现在没有混沌巨兽追赶 咱们可以慢慢来 徐凡说着 眼睛就这么闭上了 二号分身意识空间中 二号看着徐凡 十分的无虞 你这也太省事了 纸条路就完事了 还能怎么样 把他们护送到神魔帝国吗 给他们纸条路已经不错了 这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好吧 不过在离开之前 你能不能再把阵法一道 同步给我 二号分身期盼地看着徐凡 他的创业小队中 虽然有阵法神魔师 但是水平比起徐凡来说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徐凡笑着摆了摆手 哼 我当是想知道 你跟着他能闯出多大的事业 不过阵法一道的感悟 太过庞大 需要慢慢吸收 这个过程呢 需要持续千年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徐凡拿出一道 蕴含着仙魂本源的光芒 里面蕴含着阵法一道的感悟 他把光团留在了 二号分身的意识空间 返回到了本体 就这样 当二号分身再睁开眼时 眼中那熟悉的光彩 让大统领瞬间就兴奋起来了 二兄弟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另外那擅长阵法的我太懒了 把事做完之后 就不愿多待 直接把身体控制权还给我了 既然二兄弟回来了 那我们就赶路 去众星神魔地国 兄弟们 等我们到众星神魔地国后 再重振其国 大统领一声令下 面前出现了一道山脉事件 他一挥手 山脉事件破开空间 向着混沌中心外围飞去了 第1175章 三千界隐灵门 细凡睁开眼 发现好兄弟王宇伦还在身边钓鱼呢 徐大哥 你的二号分身怎么样了 啊 受了点小伤 已经治好了 那就好 宇伦 我离开这段时间 有没有钓上什么好东西啊 一直没有上货 唉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运气不好吧 王宇伦叹了一口气 自从他坦然接受那些红颜之后 他的生活便处于痛病快乐的路上 身为一个男人 他想让自己的女人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可是以他现在那些红颜们的境界 他发现自己有些顶不住啊 以前他钓鱼 完全是兴趣爱好 钓不钓上来好东西都无所谓 现在不一样了 钓鱼成了他的一种需求 徐凡拍了拍王宇伦的肩膀头在 有什么需要直接对我开口 这么多年兄弟了 见外就生分了吧 徐凡离开没多久 王向迟来到王宇伦的身旁 笑嘻嘻地说道 爹 我那么多姨娘 你是不是养不过来了 对呀 不是你那些姨娘给你爹要东西 而是你爹想给他们更好的东西 当然 不管怎么样 我最爱的还是你娘 这点我信你 还有我那382个弟弟妹妹都信 一枚空间戒指 出现在王宇伦的面前 爹 这里边有五百万丈方圆的鸿蒙紫锡水镜 你省点话 还有 别给我那些姨娘们乱许诺 就知道你臭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王宇伦笑眯眯地收下来 哎 终于游回报了 这时 王宇伦手中一紧 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挂在了鱼钩之上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肯定有大祸出来 于是经过一番绝利 一座庞大的如山脉一般的巨石 从刺猿口中被拔出来 王宇伦看着刚露出头的巨型山脉 兴奋地说道 葡萄 给我准备一个小世界 一座小世界 在山脉上空成形 整座山脉慢慢被吊出来 一股厚重的混沌本源气息 从上散发出来 王宇伦好奇地问 诶 葡萄 这是什么 混沌山脉 属于神物中的一种 可炼制顶尖玄黄至宝 也可化为修炼圣地 混沌山脉 听起来还可以 刚好可以放到我那边 随着整座山脉 一点一点被拔出来 散发的混沌本源气息 预发得浓郁 甚至还掺杂了一点混沌真理 王宇伦好奇地问 葡萄 这个山脉 能凝聚混沌真理吗 二十纪元年 会凝聚一份混沌真理 其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三千界外 一个有如仙界般的地方 正在慢慢凝聚 这是引灵门 混沌之地分宗 已经吻过了 大圣人静气的徐刚说道 提子 最近拿的混沌巨兽比较多 我想出去练练手 北部第九区域 有一群大圣人级别的巨兽 正在那里安窝 刚好适合你 开几传送门吧 我过去看看 一道圣光传送门 出现在徐刚的面前 在三千界北域第九区 一道光门打开 徐刚从中走了出来 不道 你看这些年 你把提子压成什么样了 提子以后必然会有重用 再说 这些年提子一直都在 共享我的数据库学习 不存在压制不压制的情况 是吗 他说话都能从中 听出小心翼翼的感觉 你还说没有压他 徐刚看看远方 那里有一群大圣人级别巨兽 继续住在一起 你不懂 这样更能激发他的人性 没想到葡萄也开起了玩笑 一座庞大的牵手虚像 从徐刚身后凝结出来 中心位置拖着一颗 玄黄至宝级别的灵珠 好久没有战斗了 看看最近 手伸了没有 只是一瞬间 周边区域便被混沌五行封锁 那群正在安窝的混沌巨兽 瞬间慌乱起来 一片混沌岩浆之海 夹杂着无限重力 从虚空中游出来 上空还有一颗 庞大如星辰一般的金球 金球之上 凝聚着各种形态的兵器 感受到周边空间被封锁 大圣人级别混沌巨兽 开始慌乱起来 随后又感觉到 五行混沌之力 以各种形态 向他们包围过来 一层岩浆之海 出现在这片空间中 沿江海上 各种由混沌五行大道 凝聚的巨兽散出来 不眉散发着阴阳纠缠 扭曲如炮弹般的虚影 出现在牵手虚像的身后 随后 徐刚把他们都消散了 能找到这么一群 大圣人级别混沌巨兽 已经不容易了 徐刚怕自己出手太过 一下全部给蒸发掉了 那群大圣人级别混沌巨兽 见逃无可逃 便直接把目标 对准了牵手虚像 四五种混沌大道之力 凝聚成一种最原始的状态 向着牵手虚像包围而来 只是一瞬 牵手虚像化成一尊彩色的残勇 不断缩小 压缩成了一个 不断扭曲的毛团 看到这一幕 为首的混沌巨兽的脸上 露出了战胜敌人之后的神采 如同抢盗时的狗子一般 可还没有高兴多久 又是一尊牵手虚像的身影 从虚空中显露出来 而此时 天空中的金球开始变化形态 无尽的混沌巾气 如雨落一般 向着混沌巨兽笼仗而去 哀鸣怒吼之声响起来 这片区域的混沌大道 马上开始混乱起来了 而这时 混沌岩浆之海 已经蔓延到他们所处的地方 无数双大手 从岩浆之海中伸出来 向着那群混沌巨兽 抓了过去 第1176章 蜀之混沌巨兽来不及挣脱 便被拽入到岩浆之海中 而剩下的混沌巨兽 又被岩浆之海上 凝聚的巨兽围攻 远处的牵手虚像手里 拖着那个矛团 看着这一群 自己还未出全力 就被震住的混沌巨兽 徐刚问道 胡桃 你说我要不要 去找一只混沌圣人级别 巨兽练手 这是 徐刚突然感觉 远处的混沌之地 开始震动起来 建议你达到 大圣人巅峰状态后 再去挑战 远处爆发圣人级别兽巨 目标是三千界的方向 兽巨兽爆发原因 三颗星辰 停止对外扩散 建议你在此处 阻拦这群兽巨 徐刚一听有活干了 牵手续向白手结印 一道混沌五星之力 凝聚成极致的光线 从眉心中射出来 这光线快速横扫 那群大圣人级别巨兽 所有巨兽 瞬间被分解成 最为纯粹的混沌之气 在所有大圣人级别巨兽 灭光了之后 徐刚解除了封锁 远处的混沌之地 出现了如浪潮一般的兽巨 不到 给我体内注入红蒙紫气 我要把整个兽巨 全部吞掉 牵手续向 牵手同时结印 一道由岩浆海凝聚的海浪 向着兽巨派去了 最后 数以万计的混沌五星大道 凝聚的东风导弹 向着混沌兽巨射去 再够加倍 十尊牵手续向 出现在两旁 牵手同时结印 刷怪的快乐 一瞬间就提高了十倍 这时 倒到空间门 出现在牵手续向身后不远处 迎来门弟子 不断地从空间门中涌出来 徐大风卓 别都全杀了呀 给我们留点 兄弟看着 高有树光甲的岩浆巨浪 连忙说着 他怕说得完 后面连渣渣都捞不着 从传送门中出来的弟子 全都期盼地看着徐刚 听到兄弟的话 那树光甲高的岩浆巨浪开始紧缩 最后还是派到了寿巢 徐刚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最后没收入力 没事 又就不错了 空间传送门中出来的野人们弟子 全都涌向了寿巢 一尊又一尊混沌巨人成形 徐刚好奇地看着身旁 没有去战场上的熊丽 你怎么不去凑热闹 晋级大圣人后 手不扬 晋级到大圣人后 那群圣人级别的巨兽 在我手中是又软又脆 打起来没什么意思 大长老说了 等那位炼体前辈回来之后 让我跟着他 兄弟这次过来 只是单纯地看个热闹 直接上手混沌圣人级别巨兽 不错呀 徐刚有些羡慕了 他的战斗路数不适合狩猎混沌圣人级别巨兽 只是跟着那位前辈学习 能不能上手还不一定呢 就在两人交谈之时 兽船的规模又缩小一成 但尹那门弟子还是源源不断地 从传送门中涌出来 看到兽巢之后 全都是一脸惊喜地加入到战斗中 仿佛这是一场狂欢一般 随后又有更多的传送门 从两人身后凝聚出来 雄历看着逐渐缩小的兽巢 得 宗门师兄弟要全都来了 一人连十只都分不到了 这种规模的兽巢 玩个开心得了 真的想要战斗 组成小队 去混沌区域 自己探索 这时 远处的兽巢开始出现 大圣人级别巨兽 这一下 雄历来了兴致 徐大风主 不陪你了 胡涛 检测一下有没有混沌圣人级别巨兽在此 有三只混沌圣人级别巨兽 三寿草深处隐藏着 已经安排强者盯着 只要一冒头 立马给予致命打击 竟然有三只混沌圣人级别巨兽 三颗星辰收缩影响的范围极其广阔 这三只混沌圣人巨兽 只是其中一小半 就在葡萄说话的时候 徐刚突然感觉到 有两股炽热的力量出现在兽巢不宴出 那是师父点话出来的 两位混沌圣人竞强者 小光和小杨吧 下一刻 整个兽巢突然骚动起来 一只庞大如巨鲸般的巨兽 突然从兽巢中涌出来 张开大嘴发出恐怖的犀利 眼瞅着就要吞噬周边的引力们弟子 但这股吞噬之力还未散发出来 一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圣光射线 穿透了那头混沌巨兽 一道圣光牢笼 把巨兽扯入到未知的虚空中 正在战斗的弟子还未反应过来 天空中又是两道散发着 炙热气息的圣阳光线射向了兽巢 三千届的另外一边 也发生着小规模的兽巢 只不过被原始宗的弟子全部挡下来 原主身前有两道光幕 一边是引灵门弟子 一边是原始宗弟子 他摸着下巴 黄山 无从感觉 咱们学了引灵门那边那么多年 咱们的弟子还是弱了 明明咱们弟子资质 都是三千届里最有顶尖的 不要想太多 这其中的差距 就是你和徐神师的差距 再说 跟引灵门学 比他们差一点不是很正常 对了 圣万川那边的世界 已经成形了 前段时间邀请咱们原始宗 去那边建立分宗 你说去不去 那个世界有什么好去的 不过最好拍一两个擅长隐匿的外门弟子 去那方世界盯着点 以防出乱子 我知道了 这时天灭走了进来 原主笑着问道 和那几位人族前辈一同狩猎混沌 圣人级别巨兽的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还行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手中玄黄之宝 未能差了点 打起巨兽很不顺手 伤害也低 第一间一百七十七章 想都别想 我手中的玄黄之宝都不适合你 想要顶尖玄黄之宝 自己收集混沌灵矿找徐神师 那你借我点顶尖混沌灵矿啊 我看看能不能凑出炼制 适合我的玄黄之宝 我把不用的混沌灵矿 都放到宗门宝库了 你过去找就行 园主挥了挥手 黄山突然收到通知 在距离原始宗的方位 不远处又聚集起了一处小规模的寿巢 交给我吧 天命说完 直接离开了 三千届在这里刚稳固没多长时间 这种小事 当真是多 这种小寿巢 算得上是好事 起码弟子们有得赚 三千届周边 层出不穷的混沌之灾 才烦人呢 这段时间外出遇难的弟子 已经快有千位了 还好能保住心魂 不然损失就大了 这没有办法 谁碰到算是倒霉吧 这混沌天灾隐藏起来的时候 连葡萄都猜测不到他的存在 这是一只手出现在原主的身后 把原主拽入到虚空之中 三千届之外 虚凡抓住原主 我需要用你星门去一个地方 东尔区第八中转世界 我知道你在那里有标记 原主有些发梦地看着虚凡 他刚才差点动手 他眼神无奈 谁让他当初自己如此鲁莽呢 虚凡师 你当然是记仇 一座庞大的星门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整个星门上亮起了 混沌空间符文 先说好 我能把你带到 第八中转世界 但传送过去之后 我整个人都得 飞上三千年时间 到时候 你得保护我的安全 原主说着 启动了整个星门 星门上出现了 一道又一道 闪烁着强光的裂缝 化成一团碎片 凝聚成一个空间通道 原主带着徐凡进入道器中 东尔区第八中转世界 三千万光甲区域之外 一阵庞大的空间浪潮涌起来 徐凡和原主出现 我废了 保存好人族神殿 原主直接召唤出人族宫殿 就钻进去了 随后神殿变小 落到了徐凡的手中 还真是干脆 徐凡收起了人族神殿 向着一个方向 快速破空而去了 一道庞大的空间传送阵 在混沌之地快速成形 徐凡进入到空间传送阵之后 马上就启动了 唉 这个创业小团队 当真是倒霉 帮他们把印记屏蔽了 没想到又遇到了 混沌大圣人级别的巨兽 徐凡原本在宗门中享受着自由闲鱼的时光 没想到还没清闲多久呢 又又被二号分身的球就给打断了 原本徐凡想着再次掌控二号分身 帮他们渡过难关 可那头混沌大圣人级别巨兽 把他们封印在了体内 徐凡的意识根本无法穿透 就这样 一个又一个超远距离传送阵 破碎凝结 徐凡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 直到他感受到了一股 混沌至高蛮荒气息 这才停下来 唉 希望那混沌大圣人级别巨兽体内 有好东西吧 要不然这一波亏大发了 徐凡说着 同时用出了两件鸿蒙之宝 一道散发着诡异气息的传送阵出现 如同巨兽的深渊大口 一个侵蚀仿佛能融化万物的世界 大统领看着自己带出来的好兄弟 眼神满是惭愧 兄弟们 我对不住你们 这次 可能真的是灾了 大统领 不怪你 是我们贪心了 对啊 那一座满是先天灵根的 无主升级星辰 谁能顶住啊 大不了一同回归混沌 有大统领作伴也值了 就在众神魔准备 共同回归混沌的时候 一道与侵蚀世界 气息相同的传送阵出现 徐凡慢慢地走了出来 徐 你怎么来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地方 谁是我叫过来的 我感觉我们还能抢救一下 混沌大圣人级别的体内世界 好近可不好出啊 哎 你们在体内世界有没有找到这个据说的保护啊 你说的宝藏就在上面 那上面所带的腐蚀气息 你根本无法触碰 大统领指着最高处的一颗大肉流 徐凡点了点头 好了 剩下的交给我 说着 他开始利用巨兽体内世界的材料 布置传送阵 很快 徐凡就布置好了传送阵 进入到了肉球宝库之内 这里十分的宽广 一颗巨大的长满先天灵根的生机星辰 悬浮在宝库的中央 徐凡一下就兴奋起来了 生机星辰呀 这可是混沌之地中最难能可贵的 可以孕育先天灵根的生机星辰呢 就这么一颗 他就不需此行了 徐凡赶紧把生机星辰收入到空间中 果然 生机星辰消失的那一刻 混沌大神人级别据说的体内世界 猛然开始震动起来了 倒倒狂暴的力量横扫整个世界 一瞬间便锁定住了徐凡 一双赤红的眼出现在体内世界中 死死地盯着徐凡 哇塞 要是没有鸿蒙至保护身 我还真顶不住啊 徐凡说着启动传送阵 离开肉球世界 回到了二号的身旁 庞大的散发着诡异气息的传送阵出现 徐凡踏入传送阵中 回头招了招手 走吧 我带各位离开 徐兄弟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大统领刚想说一些感人肺腑的话 却被徐凡伸手给摁住了 别那么浪费时间抓紧进来 这传送阵多浪费一点时间 就多消耗一份混沌真理 你给得起吗 一听到徐凡的话 众水魔瞬间全部进来了 传送阵启动 直接传回到第八中转世界中 大统领认真地看着徐凡 救命之恩 日后 我必定偿还于你 想报恩的话 给我两件顶尖鸿蒙质宝就行了 好 徐兄弟等着 这个恩情我一定要报 第1178章 徐凡临走前 塞给二号几张转运符 之后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倒霉了吧 第八中转世界 徐凡和原主 在一座破败的大街上闲逛着 看着街上零星开门的几家店 原主说道 以前我还来过这里 你想到现在已经破败成这副模样了 这边区域刚好和民族挨着 这里又是中转重地 来来回回被夺走几次 是很正常的 这是 一个天生族人出现在他们身旁 两位客人 传送阵已经修复完毕 可随时传送到第九中转世界 麻烦了 徐凡点头带着原主来到了传送区 然后他便带着原主 快速突破空间 向着三千界的方向前行 徐审师 你把我放回到人族神殿中就行了 干嘛非要扯着我 一同破空间传送呢 回到三千界需要两千年 路途无聊 带着你能聊聊天 徐凡挥手又是一道虚空空间隧道 又是一次相隔数万光甲区域的 强行跨越 停啊 徐审师 我强行守星门本来就废了 现在你又带我强行跨越如此之远的距离 徐凡笑呵呵地看着原主 一颗庞大的生机星辰出现在两人脚下 原主瞬间被仙天灵根吸引住了 浑圆草 玄黄花 天心花 看着一个又一个平时难以见到的仙天灵根如杂草一般出现在眼前 原主一下就不淡定了 徐凡拔过一颗浑圆草 拧碎之后用阵法提取最纯粹的生机注入到原主的体内 原主已经废掉的身子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恢复 不多时就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 徐审师 这颗生机星生 是从哪里弄到的 你别管这么多 快点用星门把我带回三千进 徐凡说着 手中出现了一根仙天灵根级别的忘忧草 一看到这东西 原主整个人都炸了 徐审师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忘忧草 你常和我说精通混沌万道 你修炼到哪一步我能看不出来吗 这是往返的路费 回去之后还把你身子给治好 怎么样 徐审师 答案不言谢 原主二话不说 手下忘忧草 直接召唤出星门 一条通往三千进的空间隧道 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回家之后 徐凡看着三颗星辰的运行轨迹 突然吩咐道 不到 计算一下 升级星辰能不能化成第四颗星辰啊 主人 需要调动多少算力 投入到计算中 三成需要多久 算力不变的情况下 预计一百万年 哦 升级星辰需要很多养分 才能维持运行 以前有混沌大神人级别巨兽 吞吐混沌之气维持 现在可以吸收三颗星辰和混沌之气 转换升级辐射三千截嘛 不过这混沌之地多颗星辰的运行规律 当真是难以推算 但挡不住 融入到星辰中 运行好处也颇多呀 哎 应该怎么办呢 主人 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哦 那就说吧 我的本体该升级了 听到葡萄的话 徐凡一愣 宝库中没有适合的神物吧 现在有了 一道光木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上面是天位诸中天生族的交易信息 葡萄解释道 神物光尘之威 徐凡沉思起来了 葡萄 你要是和这种神物融合的话 后期可不好晋级鸿蒙质宝呀 主人 葡萄最近从圣光帝国 得到一则关于晋级鸿蒙质宝的消息 葡萄以本体作为推演 有六成几率 能靠自身晋级为鸿蒙质宝 有志气 不错 那就挑出两件顶尖的玄黄质宝 去换这东西吧 到时候让五号帮你融合 多谢主人 此时 引灵门众多弟子 发现坐门上空出现了一颗散发着蓬勃升级的星辰 无尽的升级笼罩着整个引灵门 所有弟子都产生了一种 自己是不死之身的错觉 坐门藏经阁之外 张学灵看着天空中的升级星辰 不禁感慨道 去一下 炼体一脉的师兄弟该狂欢了 果然 无数炼体弟子 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之色 对于炼体一道而言 这无尽的升级就预示着他们的极限会再次的拔高 这无穷无尽的升级 如果可以远距离输缩 我敢去星辰地表上锤炼圣体 把格局打开 直接去星辰地表能量集中处 再生与死之间锤炼 宗门炼体论坛以外的频道上 开出了一个直播 我赵铁借助宗门刚出来的升级星辰 去挑战在圣阳星辰地表锤炼圣体 喜欢的师兄们给我点个溜溜溜 赵铁直接破开空间 离开三千届 进入到圣阳星辰的范围之内 直播画面中 顿时出现了圣阳星辰的轮廓 那种炽热的感觉 哪怕是隔着画面都能感觉得到 一个和赵铁平时要好的师兄弟赶紧劝道 赵铁 也不要冲动 现在宗门轮回池 可没有优惠套餐 你要出点问题得全额了 多谢师兄的关系 等那庞大的升级星辰出现之后 我便能感受到我的机会要来了 第1179章 赵铁语气坚定 我已经卡在圣人境巅峰很多年了 这次我要借助这股庞大的升级 在死亡边缘中突破大圣人之境 此时 雄历发出了一道弹幕 铁子 去吧 我支持你 我就知道雄历大师兄一定会支持我的 看着雄历的弹幕 赵铁兴奋起来 向着圣阳星辰地表飞去了 一边飞还一边详细地描述自身的感受 师兄弟们 现在我已经靠近圣阳星辰五光甲内 再有两个光甲的距离就要靠近极限范围了 在这里我希望观看直播的师兄弟们给我个鼓励 可否帮我众筹一个复活的兵额 直播光幕上出现了一道选项 众筹鸿蒙紫气水晶 让赵铁有一个轮回池中免费复活的机会 我说你怎么这么应用 原来是打这个主意 你可真够损的 你让我们众筹没有意见 但你拿我们当傻子不行 你先死 死完后看看我们给不给你众筹 面对无数弹幕的攻击 赵铁风轻云淡 义正言辞 其他卖的师兄弟说我也就算了 咱们练体卖自己的师兄弟也这么说我 这就让人有点伤心了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是在为师兄弟们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我为先驱者 众筹一个复活的名额过分吗 兄弟大师兄 你拼命理 你先去 众筹复活名额的事情 以后再说 好 看我为你们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赵铁说着 已经进入到圣阳星辰三光甲之内 道道圣阳之力把它包裹 炙热的圣阳开始溶解他的身体 这时 一条通道从赵铁体内展开 一股庞大的生机注入到他的体内 这股生机和圣阳之力在赵铁体内开启了对抗 身体一边溶解一边恢复 光是这一小会儿时间 赵铁就明显感觉到 自己强度高了不少 师兄弟们 借着这股生机在这里垂帘圣体 事半功倍 我再往更深处探一探 看看是什么情况 赵铁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靠近圣阳星辰 越靠近 他圣体融化的速度越快 渐渐的 生机之力有些跟不上了 赵铁申请道 葡萄 给我加大生机输入速度 二级通道已经开启 这是免费的极限 顺时 赵铁身体恢复如初 又变成了生机和圣阳之力拉扯的情况 终于 在距离圣阳星辰半光甲之时 赵铁已经感觉到 他就在生死之间来回的徘徊 不断地试探 师兄弟们 我现在靠近圣阳星辰半光甲的位置 在生机不变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下面 我将开启葡萄所能支持 最顶级的生机输入速度 看看能在圣阳星辰表面上 坚持多长时间 在此 我真诚地恳求师兄弟们 为我众筹一个复活名额 为众报心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赵铁再次发出了众筹请求 看直播的熊丽实在忍不住了 给了一丈方圆的鸿蒙紫气水晶 感谢我熊丽大师兄的鸿蒙紫气水晶 赵铁趁着这股劲 又往圣阳星辰的方向靠了靠 随后他发现 众筹的复活名额 所需的鸿蒙紫气水晶 开始慢慢变动 他看了看远处的圣阳星辰 又看了看 正在变动的鸿蒙紫气水晶 一瞬间 无识自通地领悟到了一个诀窍 于是乎 他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反复地拉扯 一直吊着观看直播的 影灵们弟子的口味 每当他靠近一点呢 就会收获众筹的大量鸿蒙紫气水晶 终于在距离圣阳星辰不到 十分之一光脚的距离处 鸿蒙紫气水晶够了 赵铁多了一个免费复活的名额 此时 圣阳星辰表面上有一个少女 正好奇地看着赵铁 他不明白 这个脆弱的生命体来这里干嘛呀 单纯找死吗 银铃门弟子也都发现了那名少女 我在宗门论坛中看过他的资料 他是由大长老点画出来的混沌圣人静强者 名字叫小杨 还有一位叫小光 在圣光星辰中 别关注这个 我就想知道这个磨蹭的赵铁 什么时候落到圣阳星辰表面 师兄弟们 现在众筹的免费名额也有了 我已经无所畏惧 我现在决定全力锤炼圣体 争取突破的大圣人之境 但现在 我光有突破大圣人的意志和圣体条件 但是在其他方面 我还没有准备好 不知师兄弟们 能不能再次帮我众筹一枚鸿蒙圣体单 说不定 我能一次成功晋级到大圣人境界 师兄 你们帮帮我 观看直播的尹那门弟子们 再次收到了众筹的请求 只不过这一回他们不买账了 赵铁卖力地说了好长时间 没有一个人打赏 我就这样看着你 如果你不落到圣阳星辰表面 以后我跟你没完 这次我们不中潮 看你能怎么办 有本事把直播停了 看着弹幕 赵铁知道 这一回他忽悠不成了 看着燃烧的圣阳火焰星辰 赵铁开启圣体最强状态 向着圣阳星辰坠落而去 一时间观看直播的众多弟子 全都兴奋起来 尤其是卡在圣人巅峰境界的 炼体一脉强者 聚精会神 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降落在圣阳星辰表面上的赵铁 刚开始感觉到有些温暖 随后就变得炽热无比 这种感觉直接透过圣体 传送到他的心魂之中 这时间赵铁就感觉 自己犹如一个被困于 弹壳中的小鸡一般 只要稍微用点力 便可以啄破弹壳飞出来 赵铁兴奋地喊道 一股莫名气息在他身上升起来 犹如一个盘卧万年 马上要飞天的藤蛇一般 众多观看直播的影灵们弟子 也感受到了赵铁的气势 这种气势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必然能够尽其为大圣人之境 就在赵铁以为 这种方法确实可行的时候 那股炙热的感觉突然如针刺般 扎入到他的仙魂中 圣体仙魂瞬间被泯灭个干净 轮回池中多了一个小蝌蚪 第1180章 直播画面转换到轮回池中 一颗小蝌蚪开始慢慢演化 最终化成了赵铁 赵铁面色虚弱 轮回池中虽然能复活 可是出来的配置一般只是圣人的水平 想恢复当初的身体强度 要重新锻炼 师兄弟们 好好珍惜这个数据 这是我用命为大家换来的 在此 我厚着脸皮请诸位师兄弟 为我众筹一枚混沌天体丹 赵铁后面的话还没说呢 直播间的人数一下就没了八成 砸了一下盐 剩下的两成也没了 看着清零的直播间 赵铁有些叹息 唉 这么不客气啊 我可是一条命都没了 这时 葡萄的声音传来 你的直播大长老看了 勇气可嘉 奖励两枚混沌天体 两颗白玉葫芦出现在赵铁面前 赵铁一下就兴奋了 多谢大长老 这两种宗门最顶级的炼体神丹 完全可以让他恢复巅峰 甚至能更进一步 刚才亏本的心情立马就没了 赵铁兴奋地哼起了小曲儿 有心在话花不开 无心插了柳成音 小院中 徐凡也笑呵呵地关掉了直播 此时 众多传颂阵 出现在圣阳星辰 异光奖的范围内 众多炼体弟子 开始在这个区域 反复地锤炼圣体 徐凡一招手 圣基星辰中 一颗马上要化成 先天灵根的果树 飞出一枚鲜艳的果子 落到他的手中 徐凡拿着果子轻轻一咬 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哎呀 不愧是先天灵之下 最为顶级的灵根 结出的果树就是不凡呢 徐凡说着 三两口把果实吃光了 张维云正好端着水果 从一道星辰门中走了出来 夫君 这是我在生鸡星辰中 找到的一些比较好吃的灵果 张维云拿出一串 如葡萄一般的灵果 递给徐凡 夫君 你多吃这个 葡萄告诉我 这是多子果 吃下去之后 极其容易诞生出子嗣 而且一胎能生好几个 有这么神奇吗 我的妈 怎么这么算呀 不对呀 为什么我吃的是甜的 张维云拿过另一半吃了起来 就是甜的 主人 这种多子果 男的吃酸 女的吃甜 而且吃得越多 效果越好 葡萄的声音默默响起来 葡萄 在生鸡星辰上 帮我采集一筐这样的多子果 张维云眼神发亮 没多久 一筐多子果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父亲 不要怕酸 咱们多吃一点 徐凡感觉牙都快酸倒了 维云 这个 这个太酸了 我能不能不吃 张维云的眼神 开始变得水汪汪一片 父亲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 好好好 我吃 东二区 第一中转世界中 在这里住手的 引力门弟子 把一件神物 交给了一架特殊的傀儡 傀儡收到神物之后 快速消失 离开了第一中转世界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穿梭在混沌之地中 向着三千进的方向 急驰而来 傀儡在空间穿梭的速度 越来越快 到达某地时 好像突然打破瓶颈 瞬间进入到混沌空间的最深处 猛然借助空间回弹之力 向外飞去 没过多久 浮现出空间表面 再次重复上个过程 三年之后 徐凡看着手中的神物 有些新奇地问道 不到 空间傀儡 超远距离跨越传送 你研究出来了 还未完全成型 有些参数和数据 还需要修改 不过大体上 已经可以投入运行了 一架全身泛着琉璃光彩的空间傀儡 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呼吸之间仿佛能半引入空间 徐凡笑着说道 不错 为了这神物 你也是拼了 主人 葡萄升完极之后 算力会成几何倍数上升 到时候 可以轻松推算出 融入生机星辰四种不同属性星辰的完美运转方式 知道了 这时 徐凡突然感觉到 三号分身发过来消息 边界战场那边出事了 唉 是时候该过去看看了 徐凡缓缓闭上眼 再次睁开时 就出现在了边界战场中 盛光女子好奇多 徐大师 是你本人吗 这些年由于徐凡 玄黄练气师的名头越来越响 导致人族在混沌之地中 小有名气 有关于徐凡的消息 也陆续出现在各大势力手中 在边界战场上的徐大师 只是一位分身的消息 已经开始流传开来 徐凡看着盛光女子 这边发生什么事了 这片边界战场区获得大优势 前线准备潜移 咱们战备城也应该搬地方了 还有一些其他事情 我路上跟你说 一座庞大的战备城 缓缓升起来 向着前线的方向 缓慢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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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